和平的校園內居然來了兩位黑道角頭 不過他們不是要來討債尋仇的 王陽明小鬼黃鴻生進來賣力宣傳芯片角頭 請跑校園 而這次要和學生玩投籃比賽 兩人各選五位同學PK罰球線射籃 而小鬼隊的隊員率先取得一分 終於到了兩隊隊長PK決勝負的時候 不負隊員期望王陽明投出追評比數的一分 但壓力全都落在小鬼身上 你能拿到 太久了熊哥 太久了 我懂 我也覺得你好緊張 大家不要以為其實我很不准 但壓力全都落在小鬼身上 沒有 其實我是故意的 他其實是會灌籃的 他會飛的 有點誇張 把幫拍電影帶進校園 可並不是要帶壞青少年 兩人也再度強調 不要讓大家覺得好像角頭很帥 應該是其實結局很慘 大家不要效仿 應該是這樣 對 我覺得雖然是一個 反社會的一部電影 但是我們這個題材是希望可以教育這些學生說 這條路其實真的不好走 然後是有後果的 夜市郁新聞中心 台北報導